甄嬛串冲除了于婴儿从宫女变成答应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是从宫女一跃而起变成了小主 他就是一直伺候华妃娘娘的宋芝 宋芝成为小主表面上是皇上有情华妃有义 实际上皇上愿意封宋芝为答应却是无奈之举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宋芝是华妃的贴身宫女时时伺候华妃 而皇上因为宠姓华妃也时不时到易坤宫 这也就意味着宋芝也能时不时见到皇上 既然宋芝见了皇上那么多次 为什么偏偏这次皇上就注意到宋芝了呢 咱们可以看到事发背景是华妃重姓祸宠 皇上为了安抚华妃特意下了朝就来看华妃 而华妃也很懂得抓住皇上劝他留下来一起吃饭 这时宋芝作为华妃的贴身宫女少不了伺候 所以当宋芝端着水来到皇上跟前时 皇上闻到一香就问这水怎么和平常的不一样 华妃正要回答时突然宋芝来了一波抢答 曾经用的是干松 五百纸 桂枝和竹叶 泡出以后铺干盐没做的洗手药 娘娘因不洗桂枝的气味 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痰 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宋芝这一大瞬间让皇上心下一惊 这一惊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剧中咱们可以知道华妃宫里点的是欢宜香 而这欢宜香里又会有少量的舍香 咱们都知道舍香会导致女子不孕不育 偏偏欢宜香又是皇上赐给华妃防止她有孕的 因此当皇上听到宋芝回答出遗传要明时 他心里害怕宋芝已经知道了欢宜香的秘密 所以皇上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娘娘用东西仔细 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 也亏你懂得这些 自己的手又白 所以华妃才跟用你试过的 也就是说从这时起 皇上就已经起疑心了 在整个吃饭环节 皇上都时刻关注着宋芝 不仅打断了华妃特意叫宋芝给他夹菜 甚至当着华妃的面夸宋芝的手又白又好看 看到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皇上眼睛有问题 宋芝的手哪里白了 这分明是黑不溜秋的 咱们睁一眼说瞎话也不能这么说吧 也怪不得华妃在一棚暗暗生起了闷气 于是当天晚上华妃就把气撒在宋芝身上 不仅不让宋芝贴身伺候 而且还想把他赶走 然而就在华妃准备责罚宋芝时 周宁海来了 周宁海一边劝着华妃宽容 一边让宋芝先下去 最后周宁海告诉华妃如今年更摇失事 而华妃又是重新获宠 不方便替年更摇说话 要想在这后宫中长盛不衰 那就得有自己的人 这个人不但忠诚自己 还能替自己拉拢皇上 现在皇上又恰好看中了宋芝 华妃正得时机 权衡利弊之后 华妃决定赌上一把 把这个赏给宋芝吧 娘娘胜命 奴才这就去办 紧接着华妃就领着宋芝 去了养心殿 来到养心殿后 华妃就停下 让宋芝自己进去 很明显 华妃是在给宋芝和皇上 独处的机会 此时皇上和张廷玉 龙科多正谈着国事 苏培圣对皇上说 午茶时间到了 宋芝就奉上茶 皇上原本还在繁星朝政 突然看到端茶的是宋芝 皇上瞬间变了脸色 夸了宋芝一句 你这身衣服不错 商量朝政时 皇上竟然把注意力 放在宋芝身上 张廷玉和龙科多 四目相对 心照不宣 就告退了 两人退出养心殿 没多久 苏培圣也退了出来 并且苏培圣还告诉华妃 让他别等宋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宋芝一时半会儿 出不了养心殿 这也就间接的说明了 皇上要宠幸宋芝 果不其然 宋芝伺候了皇上 一晚就被封为了答应 而这一晚 皇上除了风华雪月 一定也试探过宋芝 为的就是想看看 宋芝到底懂不懂要理 究竟知不知道 华妃宫里欢仪香的秘密 不然皇上也不会 在封宋芝为答应时 提到华妃 表面上皇上是说 看在华妃的面子上 紧急封赏 实际上是因为皇上心里 已经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宋芝压根就不懂要理 洗手水的事 或许只是宋芝提前做了功课 所以在封宋芝时 皇上心里觉得 快对华妃 才有了以华妃名头封上的事 为什么说皇上肯定 宋芝不懂要理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皇上下了巢 本是家人有约 偏偏皇上临时改了道 要去易坤宫 来到易坤宫后 皇上照常和华妃一起吃饭 此时的华妃为了给皇上 留下一个好印象 易改以前奢华的餐具 并且让宋芝一起吃饭 可宋芝伺候华妃伺候惯了 就说了一句 能伺候娘娘和皇上 是奴婢的福分 对于宋芝的拒绝 咱们听皇上是这么说的 大家都是姐妹 你站着 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 既然她不交金 你便随她吧 也就是说 皇上一直都是把宋芝当奴婢时的 哪怕现在的宋芝 已经成为了大映成了小主 在皇上眼里 宋芝永远都是伺候华妃的奴婢 曾经一次次的夸鸡领 夸手白 夸衣服好看 全都是皇上在试探宋芝 知不知道欢一香罢了 只能说皇上为了试探 把身体都搭上了 也真的是太豁的出去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